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大龙没去跑步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对 茶博会 他在茶博会看见什么了 你在茶博会看见了什么 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茶 也品尝了好多茶 展厅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美不胜烧 大家都回答对了 老师想问大家 大龙在介绍茶博会的时候 迈克想打断他 想插话 他是怎么说的呢 不好意思啊 我想插一句 在中国不是老年人才喝茶吗 很好 同学们都找到了 在这里 迈克说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在中国不是老年人才喝茶吗 当对方正在说话的时候 你想问一个问题 或者表达自己的看法 就会打断对方的话 这时 你可以礼貌地使用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来达到插话的目的 例如 嗯 这家店的蛋糕可好吃了 虽然比别的店贵 但是来晚了就买不着了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我忘带钱包了 你带钱了吗 二 我们每天上午八点半上课 中午十二点半下课 周一到周五有课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上午可以休息几次 三 毕业以后 我只想去上海工作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经济水平高 工资也高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你知道上海的房子有多贵吗 请同学们 用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来说两个句子吧 我们再看 为什么迈克会有误解 觉得喝茶的一般是老人 我看见过几位老大爷坐在胡同门口 一边喝茶 一边下棋 也看见过四合院门口 坐着几位老奶奶 泡着茶 聊着天 总之 喝茶的一般是老人啊 他看见过几位老大爷坐在胡同门口 一边喝茶 一边下棋 也看见过四合院门口 坐着几位老奶奶 泡着茶 聊着天 总之 喝茶的一般是老人 连词 总之的意思是 总的来说 在总括上文的时候 会用到什么 总之什么 这个结构 例如 一 夏天的时候 在北京能买到西瓜 桃 菠萝 芒果等各种水果 总之 水果的种类非常丰富 二 他早上骑车的时候 听课文录音 上午在教室上课 下午跟雨伴练习口语 晚上睡觉前看生词卡片 总之 他从早到晚都在学习口语 三 校团里 有的同学在打乒乓球 有的同学在跑步 有的同学在打篮球 总之 热爱运动的同学很多 同学们 请你们也用 总之这个结构 说两个句子吧 年轻人为了喝到喜欢的奶茶 会怎么做 哈哈哈哈 年轻人也喝 喝奶茶 喝水果茶 他们宁可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也要喝到那杯奶茶 对 大家看对话中的这一句 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他们选择排队 目的是要喝自己喜欢的奶茶 宁可也要 这个结构 表示在比较之后 选择一种做法 宁可一般用在动词前面 也可以用在主语前面 后一小句 表示选择这种做法的目的 例如 一 我宁可不睡觉 也要写完作业 二 我宁可每天早上挤地铁 也要按时到公司 三 我宁可自己没钱花 也要帮助我的朋友 同学们 请你们也用宁可也要这个结构 说两个句子吧 由于校企合作 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 大龙已经在做实习调演师了 他要教麦克制作一杯奶茶 你想不想尝一尝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 当中国茶意上年轻人这个话题 还学习了几个常用的表达方式 同学们 中国的年轻人爱喝什么茶 你们国家的年轻人爱喝什么茶 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练习 请回答以下问题 大龙在茶博会没有做什么 O 见到了好多茶 B 品尝了好多茶 C 泡了一壶茶 正确答案是C 对话中没有说到泡茶的事情 2 2 迈克看见老大爷们在胡同门口做什么 A 一边喝茶 一边下棋 B 泡着茶 聊着天 C 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买奶茶 正确答案是A B 是四合院门口的老奶奶 C 是现在的一部分年轻人 3 中国的年轻人爱喝什么 A 绿茶和红茶 B 水和咖啡 C 奶茶和水果茶 A 正确答案是C C 年轻人喝奶茶和水果茶 A 和B 在对话中没有提过 4 现在的企业产生了变化 下面哪个说的不对 A 生产加工传统茶叶 B 开发新产品 C 满足老年人的口味 C 满足老年人的口味 C 满足老年人的口味 正确答案是C C 现在的企业满足人们不同的口味 5 关于校企合作 下面哪个说的不对 A 校企合作的形式很丰富 B 为毕业多年的学生提供创业平台 C 提供表演师的实习工作 C 提供表演师的实习工作 C 提供表演师的实习工作 正确答案是B 校企合作为正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 提供创业平台 τη演 ExpToBe26 字牌 给大家做事 这个很好iden